你们知道美国这边居然有上映《流浪地球2》了吗 那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呀 刚买完票 然后这个座位在什么位置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要开车去电影院 还要开半个小时 来到电影院我就发现 整个电影院没有一个关于《流浪地球》的海报和宣传 三天要不特意自己搜了一下 我根本就不知道北美上映这回事 然后我看网上小伙伴说什么 美国只上映三天 好多地区就只剩今天最后一两场了 吓得我赶紧买了票 也不知道真假的 还四个 一张票15美金普通厂 我觉得还挺值得 而且我看网上有不少老外还在夸这个电影 所以我还有点小期待 我还没看到这种差别和杰姆·杰克莱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感兴趣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座位 太偏太近了 哎呀我去 这角度有点难受 这连看三小时不会斜视 但没办法我买的时候就剩这一个了 而且不光是今天 你看看这是明天的场次 这是后天 奇怪这都过了十多分钟怎么还没开演 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 看样子是没走错啊 好家伙 坐无虚心 全都是自己人啊 哎呦 这边凌晨了我赶紧回去好好给大家总结一下